时间过得非常快 2022年即将过完咯 大家有稳住吗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每周六晚间八点 非凡商业台古海洋帆 好在今年因为大环境的关系 什么熊都来了 让大家在上半年过得非常的煎熬 但是这样的一个悲观 难过的情绪不要放太久 真正的高手应该是会从过去找经验 着眼未来新方向 好那在今年下半年 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方向 新的题材 让大家把过去赔的可以赚回来呢 今天请到两位专家 要来帮我们迎战下半年 首先第一位呢 是从年初开始 就已经在预告很多的抗叠明灯 好讲到现在 完全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曾经常副总 副总你好晚安 艳婷晚安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好第二位呢也是最近抓热门族群 热门趋势走在最前线的 总体员老师 老师你好晚安 艳婷你好各位投资朋友晚安 好回顾今年上半年的台股表现 当然是很精彩 但是艳婷有帮大家把各个族群抓出来 敲一敲看一看扫一扫发现 并不全然盘面上面所有的个股族群都是跟大盘一样都在玩跳水都在玩潜水 大盘向下有个股有族群是向上的哦 比如像是在观光产业 好比如像山富啦 比如像亦飞网啦 是往上走的哦 确实这样的一个检视之下 今年在这样的一个话题性 好算是过去比较没有 今年有的话题性冒出来 今年的股价资金追价的意愿就比较高 好从这样的一个逻辑确实发现 副总今年的操作不太一样了 去年涨过的电子啦 涨过的航运啦 今年市场都不玩 反而开始跑到了观光族群 那问题来了 好观光族群上半年已经涨过了 那下半年它的解封题材还会继续热潮吗 一般来说我们说那个题材性 通常往往是在那个还没有发生之前 股价涨得最凶 然后一旦这个事实发生之后 往往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所谓的 利多出境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个所谓的解封题材呢 我们观察过去的一个动向 的确它上半年相对来说是比较强 没有错 但是呢 这时候我们就会去思考 两个问题 第一个上半年构成这个所谓 观光类股的一个上涨的动能 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就我们观察它主要是来自于内支 因为对于外资来说 它其实普遍他们比较对台湾了解的是 电子或者是一些比较大支的一个产业 在这个内需的部分 观光反而是他们比较陌生的 那在这个部分来说你就可以很清楚 因为这一波整个盘式杀盘主要是来自于外资的一个资金杀出嘛 所以反而你会变成说这些内支在主导的观光族群 反而相对影响就不是这么的大 但是这边就提到了说 那接下来下半年还会不会有机会 基本上我认为你在正式宣布解封之前 会有一些机会 但是你说要是比之前涨势 那一波的这个前面那个连续两段的这样子涨势 还要凶我觉得难度是很高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再一段的难度 其实真的已经有限了 是那会非常的有限 因为毕竟有梦的时候最美 然后解封之后你发现出去玩的人数 明显跟之前比起来 你会发现其实真的会这么多吗 打上一个问号 对这个问号是会非常非常的大的 可是现在有国旅的补助要来了 你不会觉得有期待有业绩 至少真的业绩会实实在在的吗 这个就是因为期待 所以造成它之前的股价涨势 但是所谓国旅的业绩 你这时候就要去思考几件事情 以前难道前两年没有补助吗 那之前就补助过了 你看他们的获利的一个数字 有很明显的起设吗 对这是一个 可以拿来做经验参考 对因为之前就已经补助过了 所以说那背后根本意思就是说 我们讲一句比较白话一点 观光类股它题材性大于实质的成长性 因为从疫情前 你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难度很高 但是由恒惨到惨也是一种进步 所以说这是我对接下来观光类股的一个 比较直白一点的讲的一种方式了 就是说发酵还是会有啦 就是说空间性来说已经没有那么的标了 所以大家可能在选材上面 是不是要看其他族群的 你觉得在下半年的产业应该要转方向了 下半年的产业其实有一些 你去观察过去的一个脉络 就像我们在今年元月份 曾经谈过一档股票 那档股票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都不喜欢 但是它也是一档集团股 那这档股票叫做2427的三商店 我们这个请导播把那个K线图打开来看 这个其实在我一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有特别谈到这档股票 你会发现它历经了半年的时间的震荡 走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给它下一个 这样子的走势 你其实可以给它下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什么 就如同我们当初所讲的 今年它是因为相关的一个政策 还有下游ATM订单的一个 泰换的一个时机 所以造成它今年其实业绩是稳定成长 那这种股票你在大多头的时候 你基本上不会去留意它 因为它是很稳定的一档个股 对 但是你遇到现在这种盘式 指数从年初一万八跌到现在一万五千三左右 前两天还跌到一万五千一 对不对 对 那等于是已经跌掉了差不多三千多点 但是你会发现三商店它从后到尾都没什么事情 那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 第一个这种股票它本身市场注意到的人会比较少 相对它在遇到这种杀融资的盘的时候 它相对筹码就会比较安定 这也很正常 第一个筹码因素已经解决 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它只要有业绩它后面慢慢的就会发酵 所以你会看到它走到目前为止 你其实一个简单的话来说 你年初买三商店放到现在 你已经打败市场90%的人 打败大盘 至少完全打败大盘 打败市场很多其他的类股 它甚至还比台积电强 如果说就过去这段的角度来看的话 真要这样比的话确实是 所以它其实也是相对大盘强势一档个股之一 那当然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再举另外一档个股 这个3596的致意 我相信在这段过程当中 也相对相当多的一个 其他的好朋友也一起有在谈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从年初讲到现在 你会发现走到目前为止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间 然后有慢慢往上盘间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 你纵使你觉得三商店 可能这个量比较不是这么的多 要少一点 然后不够刺激 对不对 其实致意玩起来也不够刺激 讲白话一点 今年这样已经太刺激了 今年这样是往上反而太刺激了 应该要找这种稳定 刚刚因为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前两年大家都追求刺激 对 今年的刺激你们受得了吗 这样的刺激 今年是刺激过头 那致意你会发现 其实年初放到现在 你一样是打败了市场 百分之八九十的投资的资金 甚至你还赢很多的经营经营的人 讲实在话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举例 还有一档股票叫做6290的两维 6290的两维 它其实在今年有供应了 亚马逊的云端中心的一个业绩 短线上你看到 稍微冲上去之后 很可惜遇到这波大盘的一个修正 让它股价再打了下来 但是你会发现 它在上个礼拜打到最低之后 它其实是根据前几次的低点 你会发现它前几次是低点越跌越高 下不去 为什么 因为它过去两三年的时间 它的长期大底就在这个位置附近 所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 燕妮刚刚有特别谈到 去年涨很多的 今年都特别的惨 对 这个根本原因就是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这个其实也很白话 那去年涨很多 为什么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就是因为有些公司因为所谓的疫情红利 然后去年获利特别的好 但是我们都很清楚 疫情红利它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像简单来说 像这个联酉 技嘉 华硕 维新 去年获利都特别特别的突出 但是如果以 我记得的数字像技嘉来说 你去年EPS20块钱 一个制造业 它算是制造业 它不是那种技术等级非常高的一个产业 华硕也是一样 因为你看电竞周边的产品 不管是主机板也好 显示卡也好 还有这个电竞耳机 他们也有 一大堆 但是我就请问各位好朋友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我们不是说这个产业是糟的 我的意思是说 正常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它的毛利 我们给它的一个评估跟本益比 还有它的毛利 是不会像去年一样 忽然变成EPS20块的 对 因为去年刚好是疫情时代 宅经济 但是没有每天再过年的 对 所以说 你看像前几年平均来说 4块到6块 过去很多年来 技嘉的获利水准 就差不多是这个幅度 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于制造业来说是这样子 但是去年飙到20块钱 它就造就成去年 因为这样子的获利数字 然后股价高涨 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 没有天天在过年的 所以同样的道理 今年我就一直很质疑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每一次外资都说 今年航运股还会很好 我一直在想 这些外资 讲的话都需要打折 为什么 因为疫情红利的状况 已经逐渐过去了 然后过去涨价缺货的一个状况 也逐渐过去 然后你一直告诉我 航运今年还会赚很多钱 逻辑整个完全前后颠倒 这个完全不通 所以说接下来 你朝这样子的一个思考 我们给各位做最后一个 这一段的一个总结 相对大盘强势股 我写了一个三点 那个最重要的总结 第一个 你要确定今年的需求是成长 很多股票今年为什么跌那么惨 因为他们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需求的不确定性 所以它跌得很凶 包含联发科也是一样 你要确定今年需求是成长的 像我们刚刚所举例的 不管是梁维也好 智义也好 或者是三商店也好 你会发现它今年都是我们可以很确立 它的需求是成长的 所以它这一波受到影响就影响不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位阶相对要低 那为什么位阶要相对低 其实我们做股票常常在讲 长期的一个底部支撑区 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强力的一个支撑区 那如果说你相对位阶低 你代表背后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因素 就是筹码 我们刚刚前面讲筹码因素 你会发现这一波杀最凶的 杀很凶的 都是散户买很多的股票 这就是所谓一句话说的 我常常在讲的就是说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股票市场的真理就是如此 然后位阶相对低当然也代表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过去没涨到 所以说你从这几个这三大原则去挑 然后先确定需求 然后位阶相对偏低 然后可能很多人谈到位阶低 他就会想到说 可是我买那个什么 买那个长龙140级的时候 位阶也很低 那个逻辑就不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长线的位阶 就是说刚刚三点的条件都要符合 你不能看位阶低觉得好便宜 但是如果产业没有前景 没有成长线 那就不符合条件 那不行 光讲到人家 我们现在如果讲说 这个长龙产业没有前景 一定会被好多人骂 是有啦 就是说没有像过去这样爆发性 对因为那个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没有每天都在过年的啦 今年能够维持就已经不错了 讲白话一点是这样子 OK那讲到成长性 车用族群也是 很多的一些企业大佬 或者是很多的机构 也都开始在讲 相对来说 车用的景气浓震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也是有前景性的区块 那怎么挑选个股呢 周西萨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